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虎鼻蓝 我们养护虎鼻蓝不少花药都懂得使用 桃米水或者是黄豆水促进它生长 进入了夏季,我们给它使用这两种肥水就不太适合了 因为这两种肥水呢,它含的严肃是比较单一的 如果肥水太过单一,导致虎鼻蓝它生长 生长快速而成,有导福的现象 那么在夏季养护,我们给它施肥 最好就是使用一些肥力比较温和 因为在高温高湿的聚且,肥力太过浓的话 很容易造成虎鼻蓝的伤害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黄豆水的话 它以蛋肥为主,在这个夏季不太适于使用了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使用这种浓缩营养液 它的肥力是比较温和的,不会伤害到这些小虎鼻蓝 它不仅含有蛋磷甲元素,还含有其他微量元素 这样就要效的补充虎鼻蓝 叶片所切的某一种元素 如果虎鼻蓝切反某一种元素了 它的叶片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且没有那么坚韧 我们使用这种营养液的话 它里面各种元素都有,还有更多的微量元素 刚好给虎鼻蓝补上 就能让它的叶片更加坚韧,而且条纹更清晰 那么怎么使用呢?非常简单 只要一比一千的比例,吸水水直接给它浇灌 自信把它浇透,浇的时候沿着盆边慢慢的浇入 不能给它浇的太急,以免伤到根势 因为它是一种短效肥,我们每隔15天给它使用一次 这样就很有效的能让虎鼻蓝补充到各种微量元素 就让虎鼻蓝生长的越来越好 观赏价值就会大大的提高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虎鼻蓝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